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轻快 特别的放松 咱们再闻一下 啊 鸡屎的味道 真实 行吧 咱们今天来介绍的第一个冰种是哈佛林 说到这个冰种可能会有观众想 这什么鬼名字 为什么会有这种叫哈佛林的冰种 哎 待会咱们再介绍 然后第二个冰种 农民 还是跟以前一样拿着个叉叉 就是不知道这一代版本 农民的这个AI改成什么样了 按照这个以前啊 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农民战斗力不低的 毕竟他拿这个武器 说实话这个叉叉挺长的 这个冷冰气时代有一个说法嘛 一寸长一寸强 而且的话这个农民平常下地干活 这个武功绝对 这力气绝对不小 不是说武功很高 对吧 至少是一个有体力的人 比如这个 你这个手又怎么弯过来的 我试一下 我的手 有点抽筋 不行 他这个动作我做不到呀 他是怎么做到 我把手弯过来 再拿个叉叉的 神了呀 这人 是我太胖了吗 我也不胖呀 我一个1米8的人 才120多斤 对吧 这边看一下这个哈佛林 哈佛林的话是矮人 在欧洲啊 传说有一种叫哈佛林的这个农民 这些农民是矮人族 但是他们这个力气贼大 啊 有贼大的力气 而且的话呢 这个头脑贼聪明 你这个是要吓尿的节奏呀 诶 哈佛林居然长了这个脚毛 注意啊 不是腿毛 是脚毛 脚背长毛 我的天 挺有特色的呀 哦 再来细细地看一下这个农民 诶 这个农民怎么穿得像个水滴小精灵一样 你这抖腿什么情况 啊 这个跟我上课抖腿好像是一个姿势 当然我是坐着抖的 这边再跟你们说一个细节啊 这个农民拿叉子的方式更是各有千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农民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士兵训练 所以的话呢 他们这个每个人的姿势都不太一样 发现没有 这个是很不一样 不是不太一样 官方在这个细节思考上就做得特别有意思 那行吧 咱们现在游戏开始 注意看了啊 这个哈佛林的进攻方式极其特殊 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武器 但是他们能原地起飞 哎 看到没有 然后的话 骑在别人身上 或者说抓住别人的手 抓住别人的武器 让他动弹不得 因为哈佛林的力气贼大 甚至抓住别人敌人的腰 然后直接把敌人举起 摔在地上 就像摔死友谊的小狗一样 是不是感觉我的比喻特别生动形象 而这个农民的攻击方式呢 哎就非常简单理解了 啊 就是乱捅 乱搞 乱闪 啊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农民他没有学过什么生法和技巧 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 啊 我觉得我该闪 我觉得我应该打 他就闪就打了 看到没有 很容易拍到自己人 农民很容易拍到自己人 而且这是经常的事情 对吧 农民经常会拍到自己人 哦 农民的最后一叉 直接叉死两个哈佛林 游戏蓝方胜利 毕竟这个农民他有个叉子 对吧 这个这么长的武器 那也是有很大优势了 其实 下面要出场的这一组兵种的话呢 我叫他们开花组 为什么是开花组呢 因为他们这个兵种都能开花 怎么个开花法 待会儿再慢慢细说 首先上场的这边 左边 红方 药剂师 毒剂师 这两个名称都可以 然后右边甘草战士 哎 这个甘草战士 有一个特别的玩法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稻草里面 是不是感觉它就被掩体挡住了呢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然后我们进入阅兵模式来看一下细节 这边的话 首先是 毒剂师 药剂师 这边 药剂师的话 有高有低 而且他们长得 他们长得好老实啊 为什么这么像老实人呢 而且腰好细啊 哦 好像这个药剂师 这个毒剂师 是个老奶奶的形象 对吧 原来如此 看他们手上拿着个武器 是不是很像玉镜瓶 哎 开花 所以说 这一组兵种 我叫他们开花组 然后转身看到 甘草战士这边 哎 甘草战士 它是有一个草垛 把自己围起来 保护得很好 并且的话呢 是一个爆炸头 只不过我觉得露出四只 是不是很容易被砍掉 而且说句实话 这个甘草战士 他们拿着个武器 太惨了 居然是一根木棍 你以为你跟这个大师兄 学的棍法吗 啊 简直开花 不过呢 我其实已经找到了 对付甘草战士的方法 啊 就是咱们抓一堆的跳蚤 哎 扔过去 哇塞 那叫一个爽 对不对 然后马上看到 一堆的甘草战士 想挠自己的背 挠不到 哎 马上地上打滚 最后可能他们实在太痒了 哎 一把火 刷的一下 把自己烧掉 哇塞 来这边看一下 各兵种的进攻细节 首先 毒技师直接扔出毒瓶 然后 看到没有 毒技师特别的狠啊 他能直接把敌方变绿 被毒瓶砸到的士兵 影响到的士兵 直接绿掉 那么我这边先来说一下 这个毒瓶的这个攻击作用 首先是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剧毒伤害 并且呢 大部分士兵 被毒瓶影响之后 会晕头转向 找不着这个敌方 或者说找不着进攻的位置 并且持续掉血 而且的话呢 会倒地不起 这个倒地不起啊 不是说他死掉了 而是说他暂时晕掉了 他过一会儿 这个毒剂消得差不多了 他还会站起来 当然还会有点晕 哎 哎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这甘草战士怎么回事 刚刚秒变装 你们看到没有 怎么这么多甘草战士脱了衣服呀 哎 把衣服穿上 修修的 哎 他怎么突然又穿上了 哇塞 穿衣服穿衣服穿衣服 哇 甘草战士 他在甘草里面居然不穿衣服呢嘛 那不是很扎这个身体吗 对不对 你想想 那个部位是不是很扎 对吧 哇塞 真勇士呀 哎 怎么又找到一个不穿衣服的 别以为躲在稻草里面 你就可以不穿衣服呀 对不对 就算你躲在这个稻草里面 也是要穿衣服的嘛 咱们要文明 哎哟 这场战斗我算是看明白了 甘草战士 想使用这个流氓战法 来击溃毒祭师 没想到毒祭师素质贼高 所以说 这是败给了素质 下面这个兵种啊 它叫做收割者 哎 这个收割者 咱们也可以叫它 死神 为什么呢 因为它拿着镰刀 所以说 叫它死神 跟翻译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因为它这个武器比较像 它即将对战的是 一堆的甘草战士 这边完全不用预测 甘草战士必败 为什么呢 因为收割者拿的是镰刀 镰刀割甘草 没有任何毛病 咱们来看一下细节啊 这个收割者 哎 大家看到没有 双马尾居然是个妹子 腰还挺细 腿 腿还挺细 啊 身高的话 有高有矮 有些妹子的话 就长得特别的高 比如说这个妹子 一米九 他们拿的这个镰刀啊 都快要比自己块头大了 是真的有力气 反正这种妹子啊 就是特别的厉害 又是双马尾又萌 对吧 力气又大 根据我的推断 他们这个进攻 是一种淑女式的暴力 但是就特别的厉害 就属于那种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打的流氓那种 来吧 镰刀割甘草 表演开始 哇塞 妹子们要发动了 这些镰刀妹子 我的天 一劈下去 直接第一排全倒了 有些甚至劈到了第二第三排 哎你们看这个死生镰刀收割这个甘草战士 就跟这个收匪菜一样 非常的快啊 一劈下去 基本上一大半就没了 所以说即便甘草战士人数众多 对于这种镰刀 毫无反抗能力 来吧 咱们这边参观收匪菜 直接去掉慢动作 一瞬间所有的甘草战士 全部倒地 一个丰收的农忙时节 结束了 哎 这个冰种就特别有意思了 这个冰种我将会把它放在栏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左边场地比较空旷一些 这个冰种叫做手推车 也可以叫它 逮瞎户 因为它飞得真的很快 车是真的可以会飞会急转弯的 然后的话 左边是一堆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民 他们以为能截住这辆车 他们以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中国交警 这边给中国交警点个赞 因为咱们这个交警确实维护好了这个秩序 非常的辛苦 这个手推车上一共坐着两个人 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农民 另一个的话呢 他拿着一个东西看到没有 他是个远程的射手 他会扔这个甜菜 把这个甜菜扔出去 砸死敌人 后面推车的这个人是一个爆炸头壮汉 可以看到 他们块头都不小 即便最小的也挺大的 对不对 这边再说一下 这一回这个推车不是说 车死了 车是本体 大家都会死 如果说这个车翻了 人没有死 人还可以继续战斗 比如说农民依然会去插人 丢甜菜的依然会丢甜菜 推车的 会去拍人家 来吧 直接打一下户 全部飞起 哇塞 这边来了个飞岩走壁 岩壁飞车 哎哎哎 他稳住稳住 我刚刚夸你这么帅 结果你翻了 啊 这边360度急转弯 看到没有 哇 这些车真的是非常的灵活 哎 即便翻车之后 他依然可以捡起车上的甜菜 然后不断地扔出去 然后推车的人直接上去 用他粗有力的胳膊拍在别人的头上 目前来说 好像车都翻得差不多了 但是即便翻车 哎 这些农民为了保卫家园 还是会继续战斗 看到没有 还有一辆车在狂奔 这个车上只剩一个人了 而且这个人好像已经挂掉了 但是 哎 怎么就突然撞上了 看到没有 这边还在扔甜菜 三个人 站在这个车附近 达成了统一战线 啊 只不过这个 这个大块头 你怎么回事 你练下腰呢 哇塞 这个腰不错呀 哦哦哦 这个下腰挺好 哇塞 利用这个翻车 这根干练下腰 不对呀 你打仗呀 练什么下腰啊 冲上去 对冲上去 像个男人一样 看到没有 四处还有各种各样的人 在扔这个甜菜 这辆车真的是厉害 移速快 攻击高 而且有不同的攻击方式 重点是 它是三个人 能远程 能近战 啥都不缺 今天的最后一个兵种 它算是农民派系中的boss 但是我觉得它是boss中最惨的一个 boss中最弱机的一个 大家看 我就摆上这么几个农民 我觉得这个农民 干掉这个boss不是问题 这个boss名字叫做 稻草人 它的血量贼低 基本上捅两下捅三下 它就死了 用小手手拍它四五下 它就死了 不过呢 大家看 这个稻草人 它会飞 身上有几只乌鸦 它的攻击方式就是放乌鸦 但是它的本体是没有任何攻击的 而且血量巨低 这个乌鸦的话 我感觉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攻击效果 所以说 它真的很菜 给你们看一下啊 好 农民上来了 然后 放乌鸦 左边三只 右边三只 左三圈 右三圈 一共十二只 一共六只乌鸦 什么什么十二只 我在说什么 然后 稻草人死了 这个农民派系的boss 它就莫名其妙 无缘无故地死掉了 不过呢 它的乌鸦会继续战斗 只不过这个战斗 微乎其微 我觉得它的乌鸦 只能起到一个干扰的作用 所以说 农民派系的这个boss 贼水 呃 水得我不想说话 OK 又到了咱们这期视频的复习时间 从左往右 农民 干草战士 毒技师 收割者 手推车 前面的哈佛林 后面的稻草人 可以看到 这个农民 他比较咸 脚比较痒 所以不断地抖啊抖啊抖 然后的话呢 这个手推车 这个抖就不一样了 手推车 这个抖 相当于是 引擎 马达 发动机的这个抖动 他即将就要飞出去 360度 逮瞎护 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如果想看到更多 关于全新版 全面战争模拟期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 投币 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分享这个视频 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by bwd6